凯特王妃的神秘失踪引发了公众广泛的好奇和猜测 这种好奇和猜测源于人们对王室成员生活的关注和兴趣 作为王室成员 凯特王妃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因此她突然的消失无疑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公众开始纷纷猜测她的失踪可能原因 从健康问题到家庭问题 各种猜测不一而足 然而由于缺乏官方解释 这些猜测只能停留在猜测的层面上 而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 这使得公众对王室的看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圣诞节后 凯特王妃就消失在人前 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 虽说后续有公开照片视频 但属于她与王室的纠葛 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 事实真如表面看似那么平静吗 妃也或许吃瓜群众的我们 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而这个也是关乎王室的声誉和荣耀 但却已经被遗忘了 都说查尔斯生病是为了掩盖凯特的消失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其实查尔斯的病 凯特的秘密 应该与王室中几个核心成员脱离不了干系 除了罗斯 凯特和威廉的三角链外 还有的安德鲁和梅根的故事 当然忠心主角或许是那个位高权重的国王以及王后 王室圣诞节的活动依然盛大 威廉和凯特一家仍是焦点所在 而这一次的公开活动 最受关注的便是安德鲁和前妻沙拉 他们可谓是王室成员中最臭名远扬的两人 居然被英王室重新接纳 原以为他们自此后会平步青云 岂知安德鲁也是高兴得太早 被翻出了就是 丑闻重新上身 让他是防不胜防 随着伴随而来 是英王室三位成员的丑事 除了安德鲁外 查尔斯也赫然在列 而那个离开王室的梅根王妃 居然有了编号 从此后他有了个新的名词 185号游艇女郎 查尔斯他万万没有想到 年少的一段往事又被牵扯出来 不少媒体爆出了 他和弟弟是爱波斯坦案名单中的一员 而安德鲁则坐稳了前三的交椅 上岛的次数那是多不胜数 于英王室而言 这应该是年度最大的丑闻 查尔斯坐不住了 当了50年太子的他 好不容易盼来了王位 肯定不想提前退位 与他有同样想法的则是卡米拉 王后他盼了多少年 好不容易扬眉吐气 哪能拱手让人 他的资源和权利 也会随着头衔的消失而落寞 他并不甘心 也不愿意放弃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他心中慢慢形成 而这些 他需要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和机会 那就是转移视线的焦点 于是 一向有着谋划的卡米拉 首先推出了口碑最低的安德鲁 原来的他 也是因为这个案子被夺走了部队的头衔 这次卡米拉给这个小梳子安排的是苦情戏 没有辩驳 没有解释 只是对外宣传安德鲁精神崩溃的边缘 家人在身边陪伴 以此来获得所有人的同情 想让观众渐渐淡忘 从而保住王室的声誉和口碑 但爱波斯坦案闹得实在太大 涉及国内外名流太多 这次美媒也是没有给查尔斯和安德鲁面子 直接给登了报 为将他们名字删除 信息一曝光 整个英王室都乱了 英民众则分为两派 一派觉得是事实 毕竟有安德鲁的前科在线 剩余的一部分人还是站队查尔斯 觉得他是无辜受到了波及 那个时期的他有戴安娜和卡米拉不止于此 令英王室和查尔斯没有想到的是 舆论压力越来越大 一番不可收拾 在打得他措手不及的同时 梅根与安德鲁的游艇之约 再次被翻出 狠狠打了王室和哈利王子的脸 那个时期的王室是焦虑的 安德鲁在爱波斯坦案件中 上导排名第二 而在媒体曝光的一份机密文件中 还有梅根 马克尔 他的代号是游艇女郎 号码为Jando 185 经舆论发酵后 所有人对王室的作为都叹为观止 很难想象他们日常相处模式 是不是每天都在演戏 为了王室的头衔而卖力地扮演角色 一下子 关于安德鲁和梅根的游艇丑闻 再次上了头版头条 连带的哈利都受到了影响 他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 不少人猜测 当年的他与梅根的相遇 是不是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安排 不过现在已无从考究 毕竟当事的两人 对此不会承认 只有否认 或许是心虚 梅根在爱波斯坦案件中 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和解释 由此可见 当年他的身份不简单 当然他深知王室不会置之不理 会要努力地 想办法解决这桩丑闻 果然没几天 英王室就公布了一则重磅信息 主角人物有两个 国王查尔斯和王妃凯特 那就是查尔斯患病 凯特王妃动了手术 两个王室高级成员身体出了问题 但当时的白金汉宫 并未对此做出详细的解释 只是强调了凯特动了腹部手术 暂时无法露脸 但随着舆论的发酵 大众认为王妃消失之时 查尔斯又公布了患癌等信息 无疑的是在转移公众视线 所有人的将目光焦点 关注在那个平民王妃身上 很快 英民众忘记了爱波斯坦案 转而关注威廉和凯特传闻中 很明显这场局专为威廉而设 而一时冲动的他 却没有发现端倪 直接陷入了泥潭之中 暂时只能让卡米拉轻松拿捏 他无法反抗分毫 可以说 凯特的消失持续了两个月 完美转移了王室的危机 国王依旧还是好国王 勤勉任劳任怨 在病中也没有放弃公务和工作 卡米拉主持了大局 被称之为王室的楷模 输得最惨的莫过于凯特王妃 现在还不能出现 不过整个谋划中 还有一个最大的赢家 就是身陷其中 却又没有动用丝毫人脉的梅根 他完美地从爱波斯坦案中脱身 也不似凯特般 过着憋屈的日子 依旧在美国的上流圈中活跃 开启属于他的网红品牌 而安德鲁与梅根而言 仅仅是一个过去 一个踏脚板 他们的故事 也许英王室隐藏了不少重要信息 梅根和哈里的相识 安德鲁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 那可能成为他们之间的 永远的不可提及的秘密 可怜的是凯特和孩子们 为了掩盖英王室 这些不可告人的丑闻 还要忍受多久呢 只希望在复活节后 能看到他们的付出 就是不知王室会不会另做安排 是不是又有新的发生 和新的安排呢 王室内部的关系 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挑战 在争议的阴影下 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 可能会受到影响 特别是对于凯特这样的重要成员 他的离开可能会导致权力争空 进而引发更多内部斗争和权力争夺 这种内部紧张局势 可能会威胁到王室的团结和稳定 未来王室需要认真思考 如何重建公众对其的信任和支持 除了加强内部管理和公共关系策略外 还需要通过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方式 与公众沟通 这可能包括公开更多的信息和内部运作细节 以及积极回应公众关切和质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